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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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选好钻六贵符 全国连锁 现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物用酒福毛叫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新一代能量饮料盼盘爆发力赞助播出 我们来看新闻 据国防部网站的消息 2月28号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孝主持记者会 就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组织战备巡航等问题 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有记者问道 解放军继2月9号进行海空备战巡航后 又于10号在台湾东南部海域组织联合演练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称 大陆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仍派军机绕台 不但引发台湾民众反感 也影响地区和平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表示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已就此发布信息 需要强调的是 解放军组织战备巡航联合演练 等系列军事行动 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针对的就是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径 吴谦强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 都注定失败 另外 对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绝对不会对大陆武力攻台坐视不管 吴谦严正声明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任何煽动两岸敌意 渲染两岸对抗的行径 都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以武剧统死路一条 以台治华注定徒劳 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29号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岛内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有4例为此前一天公布的 第34例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陈时中表示 第35例患者于医院急诊工作时 曾接触过第34例患者 其余三人均为该患者确诊前 住院病房的护理人员 4人陆续于2月18号到25号 出现咳嗽 流鼻水 发烧等症状 并于第34例患者确诊后 列为接触者进行裁剪 29号确诊为一起群聚事件 另据报道 新增的第39例患者 是来自台湾北部的一位60多岁女性 今年1月29号至2月21号 与亲友跟团至迪拜埃及旅游 同团旅客除个案外共36人 2月20号与埃及旅游时 出现喉咙痛及咳嗽症状 21号返台后到诊所就诊 经检验 于29号确诊 目前已收治负压隔离病房治疗 以个案发病前活动时研判 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高 2月3号 首批247名滞留湖北台胞 搭乘东航加班机返台后 民进党当局以各种理由 阻挠拖延东航后续运送 连日来 马英九频频呼吁民进党当局 尽快接回滞留湖北的台胞 大陆配偶及其子女 却被一些人士攻击 是在干扰防疫工作 甚至遭到老部下 台卫生部门前主管 叶金川 杨志良等人的呛声 对此 马英九表示 对关键问题 例如儿童人权 该讲的话还是要讲 他没有干扰指挥官 指挥防控疫情 2月3号 东航运送首批247名台胞回台后 台湾方面一直拒绝同意 后续运送安排 以种种站不住脚的理由 阻挠拖延 原本几天内都能返乡的 迁余台胞 已滞留湖北26天 日前大陆方面建议 由东航和华航 共同直飞零食航班 尽快送台胞回家 对此台湾方面再度封阻 对滞留湖北台胞 施以名单助记管制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移民管理部门日前表示 已对过去一年间 前往湖北未归的台湾民众 1600余人进行助记 名单内人士 如自行搭击返台 需经允许 根据台湾有关机构要求 台民航主管单位 日前通知各航空公司 除专案包机及经允许者外 不得搭载管制名单人员返台 连日来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不断呼吁蔡英文 基于人道立场 应接滞留湖北的台胞返乡 并让非台籍大陆配偶子女 可以入境与家人团圆 不料马英九的前部下 台卫生部门前主管 叶京川和杨志良 却点名马英九 话说少一点 不适合做领导人 这些话让马英九很生气 叶京川说 没加分的话 不要再讲了 没人相信您是防疫专家 我从来没有在谈防疫 我们在谈儿童的人权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说儿童权力问题 其实也牵涉防疫 就是包机的这个事情 如果能够兼顾的话 为什么不做呢 还是坚持包机要这个人权 马英九痛斥 阻碍台胞返乡的人 没有同情心 并呼吁不要争执政治 赶快达成共识 这些小孩子已经三天没上课了 难道他们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对于滞留湖北台胞 民进党当局 既阻止大陆东航运送 也拒绝两岸班机共同运送 进而禁止民众自行返台 形同全面封堵 他们的回家之路 对此 有滞留湖北武汉的台胞 得知民进党当局相关的规定后表示 被列入管制名单 感觉像是被通缉 连日来 两岸舆论也持续齐声踏伐 台湾联合报日前发表题为 瘟疫引发的丑恶歧视的评论文章 对民进党当局不愿继续接回 在湖北台胞的理由 进行逐一批驳 认为这些理由根本经不起检验 是带头示范了 对在湖北台胞的丑恶歧视 好的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科主 好的杨阳 本栏目由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对滞留湖北的上千位台胞 民进党当局既阻止东航运送 又拒绝了两岸航空公司共同运送 进而呢 我们看到又用了这个名单 助记管制的方式 禁止他们自行入台 那说起来呢 其实大陆方面是花费了很多的心力 要统计出了这一千多位求助名单 可是现在反而却被民进党当局 做成了管制名单 民进党当局这么做 难道是真的要全面封堵 在湖北的台胞回家吗 他有很多的一个动机 他背后藏了很多的故事在里面 他一方面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台湾 就是民进党当局 目前台湾的这些医疗的隔离收容的机构不够 更何况这一千多个一千多位的台湾的民众 如果一回来的话 他根本没有办法收容 他没有办法接纳 可是他又不愿意让台湾的民众知道真相 因为这样的话他之前的这种吹嘘就被解漏了 所以他就开始设计很多门槛 第二个故事就是怎么样 他想借这个机会 把他操作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在台湾营造出一份这种是属于撤侨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是国台办跟陆委会 那么磋商台湾的航空公司过去 台湾的官员检疫人员过去把人接走 那这叫做撤侨 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他就在台湾的内部 就可以宣传说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那如果这个宣传不了 两边的航空公司都同时飞的话 那这样的情形他就退而求其次 说没有九二共识的前提下 两岸之间还是可以官方来往 所以我的大陆政策是正确的 当他的所有的计谋手段都玩完 而且都玩不通的时候 他就开始把脸就一横 就是我就不让他们回来 那我就是吃定了 然后就在台湾的媒体舆论里面就开始煽动 然后开始去仇视大陆 然后仇视这些滞留在武汉的这些人 把他们变成他们是亲中的 他们是不爱台湾的 所以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去大陆 所以台商都是不爱台湾的 跑去大陆读书的都是不爱台湾的 你看他就把这些污名化以后 好像这些人不回来是天经地义的 不把他们接回来是天经地义的 这个就是民进党惯常的操作手法 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 阻止滞留湖北台胞反台义事 岛内各界连日来 也是持续的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那对民进党当局不愿继续接回 在湖北台胞的理由 也是进行了一一的批驳 就认为说这些理由 其实根本就经不起考验 民进党当局标榜民主自由人权 但是我们看他们自己的这些作为 有资格谈人权吗 过去曾经讲过 民主自由人权的民进党 其实被人们嘲讽 你完全是只顾自己的私利 只想做政治操作 对于这一千多位的台湾同胞 滞留在武汉地区 你完全没有去考虑到 这一些人 他们的福祉 他们的权益 那么今天连马英九出来 帮这些年轻的小孩 儿童说几句话 都要群起而攻之 所以我们看到了民进党 是一群嘴巴上讲民主自由人权 可是完全藐视人权 完全藐视这一千多位台湾 滞留在武汉地区的同胞们的权益 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了 民进党 你今天禁止他们返台 你的道理在哪里 台湾有太多的媒体 还有很多的有事之事 对于民进党目前拿出来的 各种技术性的理由 都觉得说不值得一提 真正的原因 当然就是你的政治斗争的动机 当然就是你想搞一边一国 凸显你台独立场的那种 政治企图心 但是你不愿意讲出来 结果让这一千多名台商 台胞 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 儿童在武汉地区 是等于被你民进党政府去放逐 去流浪 他们是被放逐 这些人现在想回家回不来 然后在台湾内部 有人不满意蔡英文跟民进党的做法 提出了批评 立刻就用大量的网军 去攻击抹黑这一些批评者 也就是说 在台湾目前的言论自由 是什么样言论自由呢 就是你必须要支持台独 我们觉得很可笑 曾几何时 一个主张民主自由 人权的政党 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 变成说 你只允许一言堂 你要做一个绿色的霸权 其他所有跟你不同的声浪 你完全不能够这个容忍 但是我们也必须退一步讲 假如蔡英文 或者是民进党中央 有任何的这种 彻影之心 有任何的人道意识 你应该要去替这一些台湾同胞着想 可是他们不会这么做 好的 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再来关注 今年的228事件纪念日 适逢台湾统派前辈 陈明忠先生的逝世百日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当天出席追思会时表示 228事件并非所谓台独分子 所歪曲的台独运动 受害者更无本省与外省之分 台湾岛内必须要积极地消弭 历史遗留下来的族群仇恨 让同样的苦难不要发生在下一代 陈明忠先生的追思会 选择在台湾228事件73周年这天举办 出席追思会的马英九 再次向228受难者及家属 表达歉意与慰问 追思会上 统一联盟党主席继兴 下朝联合会会长莫纳能 作家兰博舟 明代高精素美等人 介绍了陈明忠先生的生平 他们表示 原本受所谓黄命化教育的陈明忠 在高雄中学就读期间 清理自己和其他台籍同学 遭受日籍师生欺凌骑士奋起反抗 才找回中国人意识 1947年台湾人民爆发228起义 他参加共产党人领导的 台湾民主联军27部队 担任突击队队长 在台湾白色恐怖期间 他两次被捕入狱 受警严刑拷打 前后服刑长达21年 他也是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 离开监狱后 陈明忠以大意为重 积极促进两岸和解 推动连战访问大陆 陈明忠先生的毕生追求与实践 对于还原二二八真相 反对黄命化史观 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陈先生在两岸之间的奔走 他是如何的希望大家还是有爱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据介绍 二二八事件 即1947年2月28号 因台北烟草专卖局 机司警察 殴打女烟犯 激起民众愤慨 岛内民众掀起 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 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运动 这一广大台湾同胞 争取合法权利的正义行动 却被别有用心的所谓台独势力 长期篡改事实真相 甚至将其污名为所谓台独先生 造成对历史和受难者的极大亵渎 28号当天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再度高喊所谓转型正义口号 当天 28事件受难者 前台湾省参议员林联宗的外孙 廖英豪代表受难者家属 向民进党当局喊话称 蔡英文与台立法机构可以帮忙 但是请不要随便应付 更不要消费我们 在2月28号 蔡英文就表示说 所谓转型正义的工作 必须要继续 强调对受到征集选定的 这些政治档案 台安全部门要在一个月内 完成解密 蔡英文此举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又在做政治操作了 这个政治操作操作到 我们都疲倦了 因为讲出要把这个政治档案解密 要求安全部门 这个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我们很关注了几个大的政治档案 例如说在发生在1979年的 林毅雄他家的这个血案 林毅雄就是民进党的 以前前的党主席 他在美丽岛事件之后 被军事羁押的期间 中第二年的时候 他的家人都几乎都罹难了 都被杀了 那这个案子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一直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发生在1981年 一个台大教授叫陈文成 他被当时的警备总部 那么约谈之后晚上回去 第二天被发现 他死在这个台湾大学的 研究生的这个宿舍的前面 那这样的一个悬案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侦破 台湾的民众都想知道真相 民进党也一天到晚把这个几个案子 拿出来做宣传 但是陈水扁执政了八年 那我们都要求公布真相 没有公布 现在蔡英文也干了快四年了 到五月二十号五月十九就满四年了 这四年间也不公布 那突然间在二十八的时候又说 我要继续搞转型正义 我一个月内要把所谓的 这个安全的这些 这个安全部门要把这个政治的 都要解密 那我们都不知道他要解什么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又开始做一些选定了 也就是对于国民党不利的 或是对于国民党现任的特定的人士 那么不利的 或是对他会产生打击作用的 那么能够继续把他追杀的 就把这些文件就把它公布 每到选举就来操作一次 每到就来操作一次 现在又讲一个月内公布 我们倒是真的很想看看 他要公布些什么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北演播室 我是柯竹 历史真相当然是要铭记 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73年了 台当局对于受难者赔偿了 已经赔偿了72亿新台币 而且四次延长了赔偿的申请时间到13年 也恢复了受难者的名誉 成立了基金会等等 那马英九呢 几乎是每年到了这个二二八的时候 都会向受难者以及家属来表达歉意 那台湾社会的怨气 是不是就此会平息呢 到底要如何让这个历史伤痛愈合 让台湾社会可以和谐地走向未来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回顾 1947年的二二八事变 真的要痛定思痛地 承认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但是我们回头看二二八事变的当时 那个时候是没有台独意识的 今天民进党想把二二八跟台独 划成等号 是非常可笑 而是极为无耻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同胞 是非常渴望 祖国来把台湾给光复了之后 希望回到祖国的怀抱中 重新过好的日子 其实现在回顾过去 这么多年来 历史的真相绝对不可以说去遗忘 历史上犯了错误 我们可以原谅 那么转型正义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把转型正义 把追寻历史的真相 变成说是你的政治选票的提款机 然后用这一个二二八事件 每一年的不断炒作 即便经过这么多年了 从一九九六年 李登辉代表国民党第一次公开道歉 后来到了马英九 是年年道歉 我们今天必须要去反思 我们必须要去正视 那重新出发嘛 台湾应该要走出历史的伤痛 但是我们不应该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可惜的是什么呢 民进党把这一个历史的悲剧 把它扭曲成了是外省人欺压本省人 是国民党欺压台湾台湾民众 各位不在台湾的大学校园教书 月签跟我都知道 每到二二八 就就有一些台独的激进的青年 跑去砍蒋介石同向的头 砍掉他的脚 然后上面写用油漆涂上去杀人凶手 诸如此类的这种辱骂的这种词语 在校园里面形成另外一种的绿色恐怖 人们都觉得说好 你们这些人声音这么大 行为这么激进 我们干脆退避山色 反过来压制了很多不认同台独 不认同绿营的这一些人士的言论自由 跟他们的思想自由了 这就是民进党用政治的操作 不断地在剥销 压榨二二八事件 他们认为还是残余的一些价值 好的 感谢两位来宾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福州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本节目由新一代能量饮料 盼盼爆发力赞助播出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连日来 叙利亚北部炮火声不断 磋商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 应约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需额外措施 使叙利亚伊德利普局势正常化 未来有关叙利亚的磋商 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伊德利普局势是否存在缓和的可能 时事评人员唐建群 本台特约记者陈慧慧 为您带来全面分析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一场空袭让叙利亚北部的局势再度升级 当地时间27号 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的这场空袭 导致土耳其士兵30多人死亡 这是土耳其自2016年进入叙利亚以来 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28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双方一致认为需采取额外措施 使叙利亚西北部局势正常化 叙利亚政府军当地时间27号 在伊德利布省萨拉基布镇 与受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展开激战 叙利亚媒体报道称 反对派武装在进攻中采取了汽车炸弹 和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极端方式 反对派则发表声明称 萨拉基布已被其重新夺回 萨拉基布位于伊德利布省东北部 距离伊德利布省首府伊德利布市仅20公里 是叙利亚全国南北交通要道M5高速公路 和东西交通要道M4高速公路的交汇点 近日来我们和大批的国际媒体一起 都在伊德利布土方边境哈塔伊 密切关注土耳其方面的军事动向 那我的个人感受是 现在形势确实是越来越复杂和紧张 那此前世界上土耳其一直都在往伊德利布增兵 那这几天我们每天也都能看到 有军事车队驶入 而自从有36名的土耳其士兵 在伊德利布叙利亚政府军的空袭中身亡之后 紧张气氛是明显加剧 在叙利亚北部炮火声不断 但磋商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据俄总统新闻网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此次通话适应土耳其的提议进行 在通话中 双方就叙利亚局势交还了意见 并对叙西北部伊德利布地区局势升级表示了担忧 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加强俄土国防部门间的有效协调极为重要 双方同意加强相关部门间磋商 并研究近期举行首脑会晤的可能 此外 普京在通话中强调 当前在叙利亚的首要任务 是打击恐怖分子 有消息指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叙利亚政府军才发动的这场空袭 虽然随后俄罗斯方面予以否认 但土耳其国内反俄的情绪在不断的高涨 我们这几天在边境采访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 分析指出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利益是不同的 所以要达成共识其实非常困难 但是另一方面 两国在军事能源经济等其他多个领域 又有非常多的共同利益 所以似乎两国又不太可能 仅仅因为伊德利布问题 叙利亚问题关系走向破裂 所以对于基加区 土耳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即将举行的这个会谈 各界都是高度的期待 希望能让伊德利布局势走向缓和 与此同时 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 当地时间28号 应土耳其的要求 北约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伊德利布形式 北约称 这次会议是根据北大西洋条款举行的 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奇森则表示 美国希望土耳其 依叙利亚局势发展 放弃遏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 叙利亚西北部局势错综复杂 这里既有美国 俄罗斯 土耳其 叙利亚等国的战略博弈 也面临着多个极端组织的现实威胁 又有亟待解决的人道主义危机 如此边打边谈 叙利亚的和平前景不容乐观 当地时间28号 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伊德利布局势 紧急举行公开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呼吁叙利亚冲突各方 在局势完全失控之前立即停火 并对平民予以保护 好 这次话题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此前土耳其曾发出严厉威胁 如果在2月最后一天 叙利亚政府军不撤军的话 土耳其就将予以军事回应 今天就是2月的最后一天了 叙利亚政府军撤军的概率并不高 那么土耳其是否将发动 对叙利亚更猛烈的进攻呢 在国内来说的话 对土耳其最近这段时间 特别是对阿尔多安总统 在叙利亚的政策批评声不断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 发出威胁主要是安抚国内的需要 同时也对叙利亚政府发出了威胁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实际上土耳其能够在 包括伊德利布省有兵的话 主要还是跟俄罗斯之间 达成的相关协议 按照2019年8月在索契 那么阿尔多安跟普京达成的 相关安排来说的话 土耳其在伊德利布省呢 是有12个所谓的军事观察点 但是这些观察点 随着叙利亚政府 在俄罗斯军队帮助下 要收复伊德利布省这样一些战役 开始之后呢 实际上这些军事观察点呢 已经成了叙利亚和俄罗斯联军的障碍 所以土耳其感到非常的焦虑 如何安排来说的话 也是阿尔多安正在考虑的 如果说大举的进攻 叙利亚这完全是一种入侵行为 在国际上也说不过去 在这个地区来说的话 也会有备于跟有关国家达成的相关系 所以二端来说的话 现在应该正在盘算 到底是采取何种行动 是在谈判桌上 跟俄罗斯跟叙利亚进行交涉 还是在战场上 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来打击叙利亚军队 但是叙利亚背后呢 还有伊朗还有俄罗斯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 一段广告之后 就相关话题继续展开讨论 东南卫视海峡新盖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我们就叙利亚局势的相关话题 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 双方认为需采取额外措施 以使叙利亚西北部 伊德利布地区局势正常化 那么以您的观察 双方可能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这些额外措施主要是外交方面的具体安排 那么通过讨价还价呢 阿尔端现在最大的诉求 就是保住在包括伊德利布省 在内的相关叙利亚境内的一些军事观察点 或者是安全区 那么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 阿尔端现在更多的呢 还要看俄罗斯的具体运作 从俄罗斯角度来说的话 普京我们都知道在2015年的9月 俄罗斯迅速地介入叙利亚内乱之后呢 实际上在中东地区 在叙利亚境内呢 不断地固牢自己的既得利益 包括在塔尔图斯 在赫曼米姆等军事基地的长期使用 已经获得了这样一些使用权 所以俄罗斯呢 采取步步为营这样一个政策 主要还是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冲突呢 实际上考验最大的 还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些外交智慧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俄罗斯总统普京跟阿尔端之间通话呢 应该还是要讨论怎么样 包括保护土耳其的相关利益 但是同时呢 又要帮助叙利亚政府呢 收复伊德利布省 因为伊德利布省是叙利亚内乱之后 那么目前政府面临的最后一块失地 那么巴塞尔政权呢 实际上自在必得 要夺取这一块反对派 被极端势力占据的省份 这个是已经记得的方针 那么在俄军的帮助下 我们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 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外围战役 现在随着战役向众生 向核心区域的发展呢 应该说伊德利布省战役呢 应该会打得非常惨烈 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话 巴塞尔政权呢 应该是自在必得 在俄军的帮助下 必须要收复这个实力 所以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挑战面前 我相信俄罗斯肯定会希望 通过协商谈判 通过保住各方利益 来维护自己的在叙利亚的既得利益 目前来说的话 谈判可能是附加的重要手段 好的 谢谢腾进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博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下期再会